這個情況下就是會直接倒壞 有閃現都不一定能活 來來是召喚峽谷 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藍方AXCA對上紅方UCH 目前的話是由UCH先取得1分 看看最後一場有沒有辦法 以2比0的姿態直接取下3分 這場一樣雙方是走一個散點 但瑞兒其實是有去下路插了一個惡潮眼 這也是瑞兒這個角色的一個 比較正規的玩法 就是直接下馬 就是直接下馬 對 直接下馬 然後第一波B閃 第二波還有4閃出來 就要直接拚擊殺了 那這個只要打到瑞兒 應該多多少少都要有防範 就意識的部分 看一下UCH感覺也是跟上一場一樣 是中路跟輔助進來 先下這個六鳥眼睛 至少要確保對面的打野 的動向 因為前面飛愛是一個野區碰撞上面 比較弱的角色 然後對方又是造型 所以他是很有可能 在前面有一些野區的規劃 這一場就反過來了 是讓 惡薩斯跟造型一起開 然後飛愛選擇自己單開 一等這個血量被打得有點多 是遊戲打在換血上面是稍微不小心 而且這把 阿卡利是帶電型的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 他可能打到一些長手的角色的時候 他會去帶順級步伐 會帶順級步伐 沒錯 我記得他也蠻多 順級步伐、征服者、電型 也都是有人帶過 都是有人帶出 對 那一等就可以看到這一隻角色的威力 那烏爾加特的有被動 只要有打出來 其實都可以給對方換血上蠻大的優勢 兩邊打野其實也都是閃線逼出來 不過閃線的話 由於XCS先搶到兩等 所以是逼出了法洛斯的閃線 因為現在下路線搶兩等的速度變得比較快 對 就不管是後排兵或前排兵 只要死三隻就可以 對 他是可以抓到一些上二的時間差的 尤其是配合輔助的斬殺 輔助道具的斬殺是 有機會拿到後排兵之後 直接搶二做第一波進攻 但飛艾的位置是 柳備造性也看到 但造性進來也有被看到 所以看一下有沒有 在這個紅BUFF做爭奪 先稍微看一下 哈苦選手 選擇直接吹出來但沒有吹到 不過是一個紅BUFF打藍BUFF的 因為中路的遊戲打 先改來之後支援 變成哈底必須要交閃線躲離 那這裡直接上來打電行 這個位置其實是被綁到 哇這個Q也沒打到 那這個換血上 直飛機這裡沾了蠻大的優勢 不過哈苦是 紅也先不刷了 先來看一下直飛機 看一下直飛機會不會冒然 這個選擇直接出手 但這個位置其實是 來到了不太好的地方 哈苦的錘是錘空 閃線的庫哥 兩邊同時交出了閃線 那直飛機感覺走的是等了 掉嗎 剛好是等那就殺不到了 這個血量 那就是只能先幫忙推線 不過造性是已經刷了藍BUFF 要再改來做和蟹的爭奪 那和蟹應該就是只能讓掉了 反正下半部也是打了起來 由於打野位的肉頭 變成是其AXE也不太敢進攻 這邊反身再一個攻 MVG 回身是給了瑞兒蠻多的輸出傷害 那瑞兒也是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有辦法成功換掉人頭嗎 可以 但法洛斯拿下的是一個Double kill 下半部這裡是被AD被抓到的機會 LOTUS被大地武士勾到 他如果是瑞兒上去擋這個勾的話 那這一波其實還真的不好說 因為其實一開始是法洛斯的閃線先被打出來了 但這邊2v2的交手 最後還是由UCH拿下勝利 對 感覺AD位被勾到有點關鍵 他沒被勾到的話 這波他是有機會能夠 透過瑞兒的坦度去做持續輸出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有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打 因為其實有知道造型是在下半的 然後你的中路又壓得比較深 剛剛那個位置其實離自己塔蠻近的 我會覺得不用特別擔心打野位的位置 對 很可惜 最後XCS只拿下了一個人頭 雙方的輔助也是在3等的時候開始游走 這個眼睛也有拆掉 但中路這裡紙飛機壓制的蠻多的喔 是 CS也是贏到了13隻左右 對 目前看起來候選的價值是有拿出來了 對 又是一次的練到 應該說1到 但後續被綁了之後 就是一個55開的換血 而法洛斯的進化也還在喔 所以也不太怕熱兒真的突然直接開 那現在兩邊就是 我覺得跟上一場就比較像了 其實前面都是穩著發育 就要等上6啦 對 因為兩邊都是非常吃大絕的 就包含像是妮可啊 肥愛啊 阿卡莉 造星都是非常吃大絕的 那造星是選擇進野找人喔 這個眼睛是有看到哈庫 那哈庫是已經5等了 選擇直接撞進去嗎 4打5 欸哈庫好像沒有在看 回聲是給了一錘 但後續的話 因為紙飛機6等的關係 可以先動的喔 是變成 哈庫必須要交閃 對 因為中路線一直推不太出去 然後遊戲打也被壓制的蠻慘的 那哈迪就抓到了一波機會 來把對方肥愛的閃線逼出來 哇那雖然說是一個四等打五等 但五等的是要跑 對 現在遊戲打沒有閃線要很小心喔 對方如果再Q到個一兩次 很有可能就要拚擊殺了 好這樣這個虛空幼蟲 應該是可以由UCH所掌握 中上都能推 那這個拿下來也是輕鬆 也是蠻輕鬆的 那另一邊也是有給予回應 飛艾很快就來到小龍區 這樣的話也算是一個物件的交換 對於兩邊來說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看一下紫飛機 選擇直接無暇追擊上去 一個R 甚至二段的R都還沒有交 就完成的SoloQ 這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說要小心 因為再被Q到一次 他就要拚擊殺 這就是阿卡莉的角色 那問題來了XA 你有辦法吃掉嗎 看一下哈庫 完蛋被留住 反而還是300滴 做異攻啦 這下尷尬啦 中路遊戲大直接被抓到機會啦 有點小崩 欸這個位置選擇直接踩進來 可以吸引一下 趙姓在的 是但後面其實趙姓的位置已經來到 ROTUS被限制之後 傷害其實打不太出來 反而是自己的人頭 要跟著輔助一起倒在這裡了 被勾引到啦 對方頂上來之後 覺得這是一個2v2的碰撞 但其實打野趙姓一直在後面 對而且其實第一時間 愛希其實是被限制住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打太多的輸出 覺得剛剛那一波 中路那個就是 要叮嚀一下 對 蠻大的意外 打到6等的阿卡莉的時候 那個斬殺線就是 再配合電型就是這麼高 所以剛剛我才會說 你再被Q到一次他就要殺你了 被Q到了他就真的 對而且剛剛其實是 甚至阿卡莉的二段都還沒有出 對他就把他殺 傷害是一個溢出的狀態 那上半部應該是目前XCA唯一的領先了 那烏爾加特也是先出了一個降治癒 他這個領先 嚴格說起來也是沒有的 就基本上是一個平局的狀況 但已經是他們這一隊看起來 最像正常人的時候了 抓到了這不是你家 完蛋 飛愛 這是沒有閃現的飛愛 那應該是沒有辦法 而且人頭剛剛還想讓給紫飛機不過 還是有惡薩斯收下 對而且這一波也沒有泡這波 所以其實也完全不擔心 這個小兵真的沒吃到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小炸現在已經 有人頭的進帳 然後吃兵也是領先的 所以回過頭再接這波也是完全可以接受 反正是XCA在 好啊又是一樣情況啊 我對限隊的好好的 怎麼又有人來了 對然後突然就爆炸了 奇怪他怎麼有人頭 他突然走回家就看到一個人在吃我的雙屎 直接把他的頭拿下來 直接中途攔截 那現在原本下路也算是小有六四的XCA 現在也走不出去了 對 現在就是看自己的打野什麼時候靠過來 打野沒有靠過來之前 他們在下路對線都要非常小心 那UCH在大概9分鐘的時候 就已經領先了4000塊 那也有拿到三個虛空幼蟲 雖然說小龍 還拿掉一條小龍 這個對UCH來說是全都要 對但這裡應該是直接把 把哈迪給交過來囉 對 把烏爾加特直接殺了喔 惡薩斯剛剛應該是把烏爾加特殺了 他只完成一個單殺 但看一下下路這一波進來 是先吃了一個大兵劍 那後續還剩六等 六等交了兩個閃線出來再閃線勾 但其實位置已經拉得有一點遠了 後續的輸出有辦法跟到嗎 還是可以 法洛斯收下人頭以後 艾希是可以安全的撤退 但這邊TP下來的 YOSHIDA也來了 反而是被勾到增車 但在大絕下來 連坐都還來不及坐 就要倒地 而ROTUS也為了出去救自己的隊友 看起來是閃線要交出來嗎 最後是沒有交閃 傷害差一點點 但其實 整個下路的對線是已經完全打不了了 對 而且現在YOSHIDA 死了兩次之後就有點爆炸了 我們先看一下上路的這波單殺 又是被卡住嗎 線被卡住了 是被卡住很難受 想要去PIN一下 但其實自己的血量已經不是太健康了 被Q3閃 雖然說Fail了 但沒有關係 傷害還是只怪 對方阿閃也沒有中 兩邊都有點小丑 對 但很好是後續趕來的非愛 應該能夠拿下這個人頭嗎 他沒有拿到 他沒有拿到 他選擇退了 那 這波打完 炸啦 三線好像都怪怪的 對 進了回來 您怎麼又倒了 欸 他怎麼又死了 我不知道 但中路的話 Hachu 是 直接上去之後 騙出的是紫飛劍 大絕紫飛劍很兇 選擇R2過去 但被捶了下來 看一下遊戲帶有沒有辦法收下這個人頭 被紅BUFF黏住 緩速以後看起來沒有辦法 還想要再追 但位置其實已經拉開了 非常多 但後續只能 交友 哈底 再加一個人頭 他是交閃線要來殺這顆頭的 感覺心態上 出現了一些變化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心態上通常會出現一點變化 就一直殺不到他 對 一直殺不到一直殺不到 就差一點 對 就有的時候會蠻容易影響到選手的心態 這波打完UCH已經有了6千塊的優勢了 在下路對位 已經領先了快3千了 對 覺得這 這AD位的差距是有點大 福爾加特 福爾加特 你怎麼在這 位置又被抓到 這是一個七人打八人 但哈底完全不虛 沒得走了耶 完蛋球果也被打掉了 現在只能往對方的家裡走 而且大絕 應該是好了 但傷害很明顯完全不夠 這是一個突破天際的造型 完成單殺 他沒有任何的理由需要走進去耶 他就看一下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他的打野位是回補 然後出來刷山狼 然後他的中路被推 這個都是已知的資訊 他走進去這裡 就算他能夠嚇到眼睛好了 就算他嚇得到眼睛 這個虛構幼蟲你也不可能搶得到 因為你中上的劣勢太大了 所以你其實沒有任何理由支撐 你走進去對方的上半步 我覺得這裡完全就是 他就有自己的失誤 是 還是說他覺得我要李尚王來一下 那 你剛剛給上路頭嗎 還是教練這邊 教練這邊好好的說一下 確實 但現在傷害有點扛不太住囉 現在已經是對線上面 就有點扛不太住 300的戰略直接劈進去 Q1Q2Q3SoloKill 再次有二殺死拿下 400的戰機 哇這個 爆到完全沒辦法了耶 還選擇捶出去嗎 你捶 娜迪伍斯要不要想一下 建議你好好想一下 而且後面的人是 後面是很暗的 其實他不太確定後面有幾個人 如果要打第一時間就要打 就要跟著瑞兒第一波直接O-IN 因為剛剛其實阿卡利是在下半步接線的 就是你是看得到他在下半步的 所以你第一波O-IN是有機會 如果沒有O-IN就不要再接著打了 那就是一個稍微的嘗試 但小龍的話還是可以由UCH穩穩拿下 對這個400然後二殺死單人拿上路一塔 賺到不行 賺到不行 13分鐘人頭數15顆 也是分鐘數成 就每分鐘都有人倒地啊 沒錯 只是倒的好像都同一隊的 有點尷尬 那不好說 對 主要是上路位在前面 算是有平局的 但 非愛進去 掉了那一顆人頭以後 整個上路就完全對不了 再包含自己有一些失誤 變成交出去第二顆人頭 二殺死的裝備一起來 就開始有點崩盤了 對有點招架不住 對有點崩盤了 但這就是從前面一開始的規劃就有點問題 就像哈庫他前面的路野 跟包含剛剛胎球的那個路野都是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必要的啦 那現在問題又回到了 UCH要如何 把這個優勢給繼續擴大 因為那第五師會跟上一想要是 有看到人就可以直接勾 那上路紙飛機已經開始自己在找機會了 完成了無暇追擊二段 拿下單殺 而同時正面的位置也是被開了起來 UCH選擇直接勾出去 但瑞兒其實是被留在正前方 反正是多路人手有綁到兩個人 直接一個破甲劍 先收掉了飛艾 那看起來SHIVA也是走不掉了 只收下一個塔下的艾希 那後面有一個劍魔來了 Q1 Q2 一個普攻直接帶走 Unstoppable 那這樣遊戲打可能要退喔 這裡應手你會死的喔 很怕很怕 兄弟分身先擋一下 這個應手你是必死無疑的喔 兄弟看一下後面 很多人先走了 而且阿卡利是單殺完之後在上半部推線的 你如果真的要守這個塔 你是有可能被約 王主說這把差距是比較明顯的喔 其實以上一場來說都還打得有來有往 但這一場在對線上面的失誤就比較明顯 有攻到 遊戲打 遊戲打跟下路的組合 還是可以成功的拿下 尼可人頭 但你選擇直接頂回去嗎 飛艾鎖頭是有鎖到 但很可惜的是人頭 SHUT DOWN 落再來是Rail的身上喔 沒有關係 飛艾也是回身拿了一個人頭 逼出的是哈迪的閃現之後 TP也同時叫出來 這一波就是互相拉開 算是一個二換一 阿卡利要上了 阿卡利直飛機 R2還在 而且還可以再靠著E2 火影 飛走了 哇 怎麼 你好像才剛回線上耶 怎麼好像人頭就掉了 93字兵 但剛剛那裡其實UCH又有點貪了喔 想要再繼續接這波團 但其實是被飛艾鎖頭 加上瑞兒的進場 第一時間就讓原本血量 就不是很健康的法洛斯倒地了 法洛斯不太確定閃現是不是剛好 也沒什麼機會交了 剛剛那裡被鎖到 就沒什麼機會走了啦 只是好消息是瑞兒拿到的啦 所以對於UCH來說是 還不錯的好消息 不過XCH就比較難過了 這個大的賞金並沒有落在 Carryway身上 可以看到艾希的裝備目前是落後相當多 連第一個大裝都還出不出來 他現在 有點瘦 就是連好像這把我們也沒看到 Rotus有太多兵艦的施放 出手 他的兵艦這場比較多是拿來做爆牌 比較沒有進攻的方面 也有可能是他們進攻的選擇已經夠多了 有瑞兒有飛艾 其實好像也不太需要他開 沒 要直接打就要趕快喔 妹妹G是在野區的座眼同時被對方給抓到 後面有很多的隊友 而且Tacho 其實是只能看著對方走進來 那預示者叫的出來 這是UCH的一波進攻 中路的二塔感覺是防守不住了喔 而且Haku也被打退 那這個二塔是應該可以順利的撞掉 當然高地塔怎麼辦呢 高地塔如果要應手的話 選擇上車 惡薩斯來了 這個撞 先撞掉半血 看一下妮可的位置 所以選擇直接開側邊的烏爾加特 被拉回來 直接一方收頭中 妮可出四個 還不錯 需要讓些到手 這波看起來是UCH的 還是可以勝順利的進攻 因為紫飛技的傷害真的太高 再加上劍魔不斷地回血 不斷地進攻 再不斷地刷新自己的大絕 這波還是由UCH拿下團戰的勝利 那感覺也可以準備要來結束這一場比賽了 不過剛剛那裡 我覺得妮可已經是做到了 能夠做的所有事情了 但是 但就真的比較可惜 傷害真的就差了一點點 就 其實畫面很美 對 畫面非常漂亮 佩爾瑞爾的進場 其實真的 已經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傷害上面不夠 對 真的 前面的烈勢有點過大了 欸 那這波大絕是 呃 慶祝還是 這 宣洩一下 兄弟 別走 畢竟林奇力 帶上我 他那個比較像帶上我 還沒上車 兄弟 帶上我啊 哇 那這波打完 其實 經濟已經落後了一萬四了 最主要是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 妮可做四個 然後 CC也都有接到 瑞兒也有做到 但傷害不足的問題 在這個時間已經沒有辦法明補了 哇 這個 怎麼走啊 傷害好高 紙飛機 一個樸實無華的接機 你確定你要挑戰他 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現在是瑞兒 頭也不回 先走了 這兩個人 好 但三個人 三個有機會嗎 三個有機會嗎 不過奇武俠最近大絕也還在 一技能有掛到 完蛋 完了 哇 被掛到啦 RODER 被當成一個墊腳石 還可以溜了 小兵在這裡還想裝 那這個小兵 就 真的被當小兵仔了 沒錯 而且上路又拿到一個Double Kill 感覺是 在塔下嗎 我還是由 阿卡莉再拿一個人頭 雖然說閃現掉了 不過 還可以再順勢拿上二塔 他現在 身上應該蠻多錢的吧 對 這個阿卡莉 已經802也疊數也25成了 他甚至都可以回補再TP過來 然後保小兵就可以了 這邊提起來應該是要準備一波結束了 對 他可以回補再TP過來 補小兵就好 欸ROTUS的大絕其實是還在的 剛剛並沒有交掉 他這把我還沒看過 他有一次在下路 要被月的時候有交到 對 但後續其實就比較少 對 那這邊TP也直接下降 喔 瑞歐很漂亮 做三個 然後飛鴨也是結局 再三個 完全不夠NG 扛在最前面 然後第二眼是直接大絕斬進去 哇 來不及 所以我已經先被秒掉 那看起來就是UZH的全面進攻 雖然說有換掉一個人頭 但只剩一個艾希 只能開著自己的主堡 爆炸我們要攻陷的UZH 來 尤其是今天19分都準備要拿下 這一場系列賽的勝利 唉唷 紫飛機再進到一手 飛雷神之助 拿下S 拿下這場比賽 而且人頭數是34比5 是 是一個 巨大的差距 蠻巨大的差距 而且在對線上面 就給到了非常多的人頭 在中路上面 紫飛機的阿卡莉 中期有點太大隻了 就是你完全拿它沒有辦法 第一個是你的陣容本來就 如果要抓它的話 就變成你的AD位有可能被開嘛 對 但他們這把其實我也沒有看到太多 包含像是妮可跟飛鴨